各位,众人为了要避免疼痛时,都会想报复 报复只是为了满足自我的亏欠 所以这在神的眼里是作恶的 我们需要与过去不认识神的罪行的体质和倾向断绝 要显示这愿意不作恶的心 所以神必会要誓言我们 是否能在顺服神的旨意上愿意受苦或受逼迫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能证实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 这就是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的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四度余下的光阴 往日的心意是如何的呢? 我们现在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继续读三节到六节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行邪淫、恶欲、醉酒、欢宴、寻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掌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他们在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首先第一,要回避罪恶 因为罪只会带给我们走进失去人性的道路 这里外邦人是指非信徒,不是指非犹太人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信靠基督的人已经不是外邦人了 乃是真以色列人了 既然已经在基督里了 我们的生活必要与所信的相称 犯罪是有罪终之乐的 因为人不需要约束自己的罪信 有些人要信耶稣会有疑惑 因为不能再犯罪了 他们想自己还不够享受世界 还有很多的情欲还没放纵和经历 如果完全跟随耶稣的话 就失去了很多的自由 可能这样的人不明白罪所会带来 失去人性的真相 如果大家看三节的话 这里所列出来的都指因为没有神 而一心要满足自我的情欲 从行邪淫那只有关注没有约束 放纵管官的享受起 渐渐成为恶欲 知道是恶的却盲目的放纵 醉酒包括习惯喝酒饭毒等 以致成了瘾 荒艳直到群影 从私人的到公开公众的做 而且一起结交了一同放荡的朋友和亲人们来一起做 最后可恶拜偶像的事是圣经绝对禁止的 指的是顽固、刚硬、不悔改、不肯重生的人的特征 这不只是叫人失去忍性 而且圣经说够了 第二 要分别为圣 因为放荡无度的路只会带来无知、控告和反过来的毁谤 各位,文化越现代 对性欲和物质滥用 包括毒品、酒精和抽烟 是会有越来越放松的态度的 而且因为要尊敬每一个人 所以包容相对的和没有绝对真理的事 也不会对在上权柄的有尊重 除非他们给出好处 不然总要找出对有权威人物的把柄 他们觉得这是越来越前进 越来越正常 社会应该要朝向的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将三节以上的情欲揭开那罪的真相时 非信徒就会觉得我们在轻视他们了 他们不只觉得稀奇 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随着这在世上的道路 他们惊讶 觉得稀奇 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要这么不一样 所以他们开始愤怒和怨恨信徒 可能我们就萎缩了 但是如果去理解他们 他们会想 怎么会全然转向 为了要活在神的旨意中呢? 如果这样重生变化的话 他们变为怎样的人呢? 他们被罪咎大大的受控告了 各位 这时候难道我们为了要理解他们 就要找出中立的地方而妥协一点吗? 各位 这是世界极大的拉力啊 其实这不是外表的事情而已 原来刚好就是信徒的心里真的不喜欢 真的不愿意参与当代放纵无意义的生活 例如 宴乐或晚宴 民间的仪式 拜民间的偶像 将不道德活动当成是肮脏的 所以 众人才看起来是被鄙视和怨恶 被怀疑在行非法的行为 再也不是正常的了 所以他们才会毁谤 因为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无可避免的 虽然我们以罪断绝的方面不会晚宣 但是我们竭力活出神的律列典章 不屈服过去放荡无度的生活的模式 这样唯一分别为圣的话 才能直接或间接叫他们从自我称义中觉醒过来 第三 要有正确的得安慰和怜悯的心 因为神必定审判他们和为我们申愿 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毁谤或逼迫我们的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有永恒的审判 我们乃是要以敬畏的心 找机会面致他们 而温柔地警告他们 一个人很难站立地问 所以我们必要寻求与其他信徒的团契 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毁谤或逼迫者 他们必要交账 神也会还给他们应得的刑罚 因为悖逆和固执的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才会越走越堕落和沉沦下去 甚至会讥笑信徒们 那么神说会审判他们 我们就得安慰吗? 是的 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审判者 但是 这不是叫他们受审 而会灭亡我们来开心 反而我们要晓得他们的真面目 更加怜悯他们的状况 甚至在他们毁谤我们的时候 转过来爱他们 一点受伤都不会临到我们的心中 对我们而言 就算是在今世没有得着深渊 神也会叫我们活过来的 这就是六节的意思 就算是被熏道而不再今世被神深渊 福音的大能和果效也必领到他们这些熏道的死人 因为他们虽然死了 灵性却是活的 而且必然会复活 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我们必要得着全然的刚强 信心和爱心